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地质的珠导里 你总能发现新的材质和配色 当你还在惊叹于这种他们的创新的时候 地质已经将这些用的炉火纯青了 地质常用的黑色钻石已经成了品牌的特色之一 在这个系列为了更好的突出色彩的搭配 地质特意选用了黑色镀老白金 让整枚戒指看上去色调更统一 纯黑的戒指看上去更为中性 DDRSOGONO DG2BATO系列戒指 DDRSOGONO DG2BATO系列戒指 DDRSOGONO DG2BATO系列戒指 和表面面箱的款式比起来 这种表面抛光的款式会更为简洁大气 戒指通体踩入18K 玫瑰金或肘白金 以双层段面的造型呈现 在侧面点缀了两排明亮形切割钻石 让戒指看上去不那么单调 DDRSOGONO DG2BATO系列戒指 DDRSOGONO DG2BATO系列戒指 DDRSOGONO DG2BATO系列戒指 这款戒指更为纤细干净 简单的几何形状 加上不对称的设计 就足以让戒指脱颖而出 单独配戴呈现 进入细简约风 多枚戒指叠达则顺 应当下的叠达热潮 总之是个不会出错的摆它单品 会见温柔泪脸 白金赢了清爽 艳艺术无限风格 如果你追求闪耀度 则可以尝试相钻款式 DDRSOGONO DG2BATO系列项列 DDRSOGONO DG2BATO系列项链 如果说珠宝设计中除了造型以外 另一个重要的part就是色彩的搭配了 一个好的设计师 总能找到宝石之间的最舒服的搭配方案 并且以恰当的造型呈现在我们眼前 2BATO系列里的这两款项链 串联了大小不一的圆柱形串珠 两种颜色宝石虽然颜色不同 但是未同色系 统一的同时还加强了层次感 蓝色的绿松石搭配18K白金 头红色蓝宝石搭配等色蛋白石 亮丽清透的颜色给人青春活泼的感觉 DDRSOGONO DG2BATO系列项链 DDRSOGONO DG2BATO系列项链黑纹理细致 漆黑如墨 毒腹韵质而又充满灵秀之气 而第二项链运用了琥珀 琥珀其实是一种透明的生物化石 形状多种多样 表面常保留着当初竖着流动时产生的纹路 耐不经常可见气泡 可以说是每一个琥珀都是独一无二的 DDRSOGONO DG2BATO系列耳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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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环同样采用不对称设计 以不同大小的圆柱形串联而成 下方玄化水滴形宝石 让耳环看上去更具有垂坠感 土纹珠宝之家二口 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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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DDRSOGONO